天母百貨地下停車場 鄰近天母棒球場運動公園 不少附近住戶都在這裡租車位 一個月租金四千五很平價 想租還得看運氣 現在卻傳出有租客遭到停車場 片面解約退租 突然被通知退租 洪先生很錯愕 原來是九月十六號星期六晚上 洪先生下班回到天母 時間已經過了六點 當天天母棒球場有球賽 再加上周邊社區舉辦烤肉活動 大量臨停車潮湧進停車場 洪先生雖然是月租戶 但還是得排隊等進場 最後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停到位置 為此向停管處反映 隔天就收到簡訊告知取消停車資格 他只有收月租的費用 但並沒有固定車位 為什麼突然被退租 面對客戶投訴 截至中午為止 停車場業者沒有說明 而洪先生表示在這裡租車位 已經將近八年 兩年前停車場管理業者換了人 過去月租戶專停區 全面改放月租 臨庭混合使用 導致月租戶付了錢 也得跟臨庭車搶位置 現在只是反映問題就被退租 控訴業者做法太霸道 業者不得片面終止契約 倘若業者是因為消費者向主管機關檢舉 或是反映和終止契約 恐怕終止契約是無效的 只不過這一處停車場月租車位 並沒有簽訂任何租賃合約 只是到管理中心較前登記 導致糾紛發生時也沒有處理依據 消防官只能提醒民眾最好事先 先查清楚規定才不會痊癒受損 還臭場無門 記者 蔡宇如同樣 與此報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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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